有一个家长呢给孩子买了电钢琴 然后这个培训班的老师呢 告诉他赶紧把电钢琴卖了 孩子考级的时候呢 是不能用电钢琴的 电钢琴是考不了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就是电钢琴考不了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考级的时候你是扛着你家里面的琴去考吗 还是他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然后你去弹就可以了 他们是给你们准备好的 不是扛着你家的琴去考的 所以考的时候你弹那个琴 和你在家里面练的琴有点差异 这个是正常现象 哪怕同样是立式钢琴 它的手感它的音色都是有差异的 然后电钢琴和立式钢琴 电钢琴和三角钢琴 然后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 琴和琴之间它都是有差异的 什么它的轻重啊 它的音色啊 它的手感啊 都是有差异的 这个是正常现象 但是它的琴键的规格都是一样的 它的弹法都是一样的 它的踏板原理都是一样的 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 你在家里面是弹电钢琴 然后你考级的时候 是弹那个地方的琴 能不能考级呢 大家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看看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下一个视频的探索 它是非不过它 我们下一个观众 一样的 和的 带裂 的 了 是 我们下一个 以后 带它的 对